乌军直升机在雪地上低空飞行 这里是乌冬前线战场阿夫迪夫卡 现场还能听见密集枪炮声 因为远处的俄军人对这里虎视眈眈 乌军不敢松懈心防 加派自走炮在雪地上奔驰紧盯俄军一举一动 一旦发现俄国步兵有新动作 乌克兰士兵必定先下马威开炮喝阻 这里乌军使用的是捷克生产的轮型自走炮 这款自走炮所拥有的优异越野性能和行驶速度 连达成的乌克兰记者都赞不绝口 乌克兰坚守阵地相反的俄罗斯缺兵问题 越来越严重甚至跑去尼泊尔找带打佣兵 很难想象这个与乌克兰距离遥远的国家也被俄罗斯诱骗打仗 一名尼泊尔傭兵舍命脱逃描述自己的经历 狗音上还有尼泊尔人在俄罗斯军事训练所受训的画面 但这些人万万没想到很可能一去不复返便跑灰 尼泊尔因为失业率高 很多人看在每月几千美元的契约金受骗上当 阵亡的士兵数量快速增加 最近开始有尼泊尔人聚集加德满都的俄罗斯使馆前抗议示威 要俄罗斯停止攻打乌克兰 究竟尼泊尔有多少人被骗去战场 官方评估至少有200多人 但CNN掌握的数据显示实际人数恐怕有1.5万人这么多 不止尼泊尔还把歪脑筋动到叙利亚穷苦人家上 以提供公民身份的方式骗他们去打仗 有感兵力折损速度太惊人 俄罗斯重新聚焦发展CP值更高的无人机 除了要取得更先进的伊朗无人机 日前俄罗斯防长也特地到无人机工厂参观 其余包含无人艇也是俄罗斯给予迎头追赶的项目 但目前为止尼泊尔的最大公开的资源是 Odovanchi 意思是Dandelion 我们不太清楚 但如同网友们自身上 它有200km和80kmh 可以持续650km的距离 不过乌克兰早有规划 表示已有十多家公司 协助生产能深入莫斯科 或圣彼得宝的远程无人机 一场无人机大战 俨然成为胜败关键 好消息是美国参议院 终于通过援武法案 截然没知己 这之前乌克兰才指控 俄军偷偷在占领区 使用星链系统 不过俄罗斯和马斯克 双双否认 由于星链攸关军事通讯 若俄罗斯轻易取得 恐怕不利 乌军反攻 北新闻综合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